冰河谷率领大批强者突然献胜夜城 硝岩 咱们话题上回 在帮小一仙抑制恶难毒体时 硝岩也在夜家洋火谷的地眼深处发现了一枚地心猪 要知道这地心猪一般也被称为地心火猪 具有十分惊人的能量 这是由于在地底经历的漫长岁月里 一直不断吸收天地中的能量 再凝聚成这不足拇指大小的猪体 不仅如此 地心猪还是炼制八品甚至九品单药的一味材料 如此罕见并深藏于大地之内的宝物 居然会在此处遇见 这何尝不是一种意外之喜呢 而对于硝岩来说 地心猪还有另外一层用处 如果它能用来炼制地心雷猪 又多了一个面对斗尊强者时的打杀器 这地心雷猪的炼制之法 当初硝岩曾经在一次偶然中 从药老所留的那些药坊中看见过 然而确实未曾想到 今日居然会有这一等浮原 作为一种威力巨大的武器 即便是斗尊强者 如果被地心雷猪正面击中 即便是不死也要脱层皮 思考了一番之后 硝岩决定冒险尝试获取这枚地心猪 于是耐心地等待着最好的出手机会 硝岩已明白 这粘稠液体之内的狂暴能量 会有着间歇般的强弱 而分辨这种强弱的标志 便是其表面的火光强弱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 硝岩的灵魂力量 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时机 闪电般地扑了过去 然后成功冲进血色液体之内 接触到地心猪 在瞬间将地心猪卷起后迅速逃离 然而血红液体居然像是感应到了地心猪的移动 居然瞬间爆发出恐怖又狂暴的能量攻击 追向硝岩的灵魂力量 硝岩在全力以赴之下 险些冲出了地眼 灵魂迅速归体 手中的地心猪也被他紧紧抓住 而后在第一时间 用漆黑石碑盖住地眼 这才将那血色攻击化解而去 硝岩心有余悸的松了口气 算是成功地从地眼深处收获了一枚地心猪 这枚地心猪源源不断地吸收着周围的火属性能量 硝岩发现 修炼时若有地心猪在旁 也能够事半功倍 不会是地底其物 然而地眼被硝岩用石碑盖住之后 地心火苗就无法再出现 这令硝岩有些遗憾 这时一束阳光照射在地心猪上 一股浓郁的白色火焰凭空出现 硝岩发现 这白色火焰是在地心猪上方出现的 于是他猜测 地心猪这些年在地底吸收了大量的火苗 如今只要与阳光接触 便是能够产生出阳火 这也意味着 只要地心猪内还有剩余的能量可用 也就拥有了取之不尽 用之不解的阳火 这次可真是遇见饱了 硝岩眼中流露出喜色 只要有这地心猪 就不需要四处寻找寿火来喂养化生火了 这对于硝岩体内的化生火火种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利好消息 深吸了几口气 硝岩看了一眼纹丝不动的小一间 在见到后者并没有什么不对劲的情况之后 方才盘腿坐下 开始吸收那由地心猪制造而出的阳火 三天时间在修炼中一闪而逝 然而就在硝岩沉浸在修炼的喜悦中时 夜深的天空突然变得寒冷 天空中甚至开始飘落雪花 望着那飘落满城的雪花 终于是有人猛然察觉了什么 然后妄想成外 顿时目光呆滞 竟然有无数白影正从四面八方包围而来 这些人的衣领之上都佩戴着一枚相同的徽章 一片冰冷的雪花 而这个标志意味着冰河谷的人来了 大战一触即发 与之后续 咱们点个追更 下期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